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尹山欢迎收看三位二十九号 礼拜谢分年新闻 为了解决计因为白质楼特地造成 营水顶顶的问题 任为所在分邀请水理事以及相关单位 向后卫北港部长以及水拿顶顶顶 进行白质楼会讯 并一定清楚台湾到880万 来进行白质进行港顶 期待港顶完成了后 可以拿新载的乡亲经济散业 和新闻评计 保重乡有财穿正是三条大白这家家 营水如果是赌到漏都好 就常常有营水的财情 为处理位所在分市町处在地 提红港顶8千万 要来搭买一个几千两百公斤的 营水減息提红区域 来改善营水的重控 两三条排水汇流进来 刚好村庄在百姓比较多的 有财村这一段刚好比较窄 所以是好运气比较好 就这一两年两三年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雨 台风也比较没有进来 往常年在更早之前都是 只要是台风季和雨季都是 好多次都是村庄都会满水 都是进水村庄里面 包括农田都是损失很多 为了解决在地等级因为白水楼 搭掉造成营水的重点问题 立委所在温市业资水苏以及相关单位 到候裔百姓博中以及水拿重点 进行白水楼的会堪 并且以后还已经处待有交易外的经费 来进行白水经验相关单位 这个在地制风的话其实在运营县 这个首例在试验在做 原来是从小小的快递开始做 就觉得成效相当不错 后来现在就把面积又扩大 以后的话又会扩及到全国 全国的意思是在地制风先把水吸掉 不必去增加排水的排泄的负担 那把有些上游的水的话就先截流 就先放在那边 所以这个对整个的制水 还有包括保护增头的安全 我认为这是成效相当好 游泽船在地制风区 可以有效尊流 但有286万离香港村的洪水 来减少营水的总控 同时也可以减少原本才在建制的荣散 保留完后的总控 我们在地制风的理念是不影响 地面上的农业的生产 它可以继续耕种 可以继续来做 虽然它的水量蓄的不大 可是面积大的话 整个蓄水加起来是相当的可观 也是我们水利署 也是跟我们苏委员 在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理念 希望这个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 也是一个生态保育非常好 而且也兼顾防洪的安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置 既然港町完港以后 独立可以将营水的总控作津贴改善 既然可以提升在地的经济参业 以及生活品质 既然领佩营 彩虹不得 他说 为什么开始新化的不感 政府开始釣花的不感